大家好 这里是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号视频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在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和YouTube为你播出 那么如果有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关注和订阅我们 同时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 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的是胡小敏律师 胡律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个华人咨询网给大家讲解一下L和EB1C 对没错 因为胡律师刚刚跟他聊 他虽然是移民律师 但是他是专精在L和这个职业移民方面的 所以今天专门请胡律师来给大家聊聊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移民的政策是越来越紧 特别是川普上台以后 而且好像对于之前对于职业移民有一些不太友好的消息 但是目前来说 看他的这个移民大改 好像是要对职业移民方面放开一点点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仅仅是一个提案 所以究竟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势下 L1和这个EB1C申请的朋友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们今天请胡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些解读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目前这个L1和EB1C的总体情况 可以的 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两年川普上台以后 这个形势非常的紧张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这个L1和EB1C的审理趋势来看 就是补件率和这个拒签率是逐年上升 而且移民局对材料的这个要求和对各种的那个标准也是水涨很高 对 越来越严了就是 对对对 但是因为L的案子它比较特殊 有很多的案子都可以加急 所以呢对于一个移民律师来说呢 我们可以很准确很敏锐的就捕捉到移民局的一些审理的动向和趋势 所以我们对不同的这些趋势呢 我们也会做一些敏锐的捕捉 然后呢调整一下我们这边的策略 所以在策略调整以后 然后在律师的指导之下呢 我们也是可以保证相当高的成功率的 所以就说其实就是在您的经验里面对于L来说的话 然后这种签证啊来说的话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这个类别的这个签证 或者是移民能够比较有把握 可以这样讲吗 呃你是说就是我本人的这个 对对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你是不是说比其他的类别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把握 呃我感觉是 对也是可能是跟你做了很久这个有关系 对因为我本人做L这类签证已经有很多年了 然后大部分的案子也都是L和EB1C类型的 呃除了做L的案子 它有法律方面的背景以外呢 你还需要一些就是business sense 就是商业方面的一些敏锐感和对一个行业的一个把握 所以我本人感觉就是对L的案子和EB1C 还是相当来说是有一定的呃 敏锐率对和经验 没错就是因为胡律师做了很多年这类的案件 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的这个把导向上 或者是把握上会比较准确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胡律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经验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说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L1的签证到底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 呃比较通俗的讲呢 L签证呢它是属于两个跨国公司之间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是一个专业知识人员的一个调动 它是一种临时的一个工作签证 那么分为不同类型呢 就是L它是也很它有很多种 呃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它是一个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 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管的话呢 它这个就是属于L1A签证 如果它是属于这个专业技能方面的一个专业人才的话呢 它是属于L1B签证 那同时呢根据这边美国公司 它这个成立的时间和年限呢 我们也会有不同类型的L 比如说一个新公司的L 它可能首次批准只有一年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成熟公司 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呢 它首次批准可能就有三年 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类别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有些大公司呢 它可能会申请Blank L 就是公司申请一个L 然后你所有的员工呢 就可以在这个有点像一个保护伞下面 就是直接去领事馆申请面签就可以进来 那也等于说是一个群体的相当于那样 对对 然后呢有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呢 它可能就会申请我们叫Individual 就是一个一个的案例来申请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这个公司的运营 我这里有个疑问 就是比如说一个新公司 它第一年如果是亏损的这种情况 它算是正常运营吗 首先呢正常运营呢 它不是从这个营业额 或者是这个Net Income来算的 它在法律上面的这个定义呢 是说你要Systematically 然后Continuously provide a service 跟products 意思就是说你要持续性的 然后也是持久性的来 就是提供服务跟产品 所以就算你这个公司呢 你营业状况可能Net Income 就是那个净利润 如果是负的话呢 但是只要你的公司在保持正常的运营 它的这个公司运营比较的那个积极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可以申请L的公司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对L的一个误解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公司一定要盈利 然后才能申请这样的一个签证 因为毕竟如果是说你公司不盈利 你申请这样的一个签证 会不会就是给美国带来负担 就有这种考量 看来它现在目前的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还是按照它这个公司 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来判断的 对 因为L它其实我刚刚也说过嘛 它是有两种L 你刚刚说的 如果是在运营方面的考量 可能是偏成熟公司的L 对吧 如果是你要申请三年的话呢 我们确实是会对整个美国公司的资质 然后呢 人员规模 还有你的构架 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估 但是如果是新设公司 比如说你也可以在现在 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来申请L签证 那这个时候呢 它对你的这个营业额 就是完全没有要求的 嗯 明白 好 就是新公司基本上没有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 那么这类 我们刚才说 这类其实它是一个签证 不属于移民的 这个 就是移民的一个 给你绿卡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那么您觉得这种签证 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呢 L这个签证呢 非常的火 因为它确实是有很多的优点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最主要的呢 就是L签证呢 它是一种领许有双重倾向的签证 比较类似于H 就是你可以有移民倾向 你也可以没有移民倾向 对于这类签证的持有人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去领事馆面签的时候呢 签证官是不可以因为你有移民倾向 而拒绝你的签证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 不像B1 B2 或者是F1 对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 你是就是要证明 你是没有移民倾向了 他才会可以拿到签证嘛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你是作为L1 那作为你的配偶 或者是小孩的话呢 可以持L2签证 同时也一起来美国 他可以在美国生活 如果是L2呢 他也可以申请东卡 EAD 也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工作 小孩呢 也可以上公立学校 相对来说 他是对一个全家的一个福利 那刚刚提到的L呢 他其中有一点要求呢 是因为他是一个跨国公司之间的一个高管的一个调动 或者是一个专业人才的一个调动 所以呢 就是L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对这两个公司之间的这个业务呢 是不需要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可以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 可以做不一样的事 你在 对 如果你的母国 美国 比如说海外公司 做的是完全跟制造业相关的 那你在美国的这个子公司 你可以可能做房地产开发 或者呢 可以做这个贸易 就是可以完全不相关 这也是一个优势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L呢 他这类签证呢 申请的周期呢 会比较短 一般来讲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 新社公司 他从设立公司到最后递交L1申请 可能前前后后 如果抓紧时间的话呢 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可以把整套的流程走完 而且呢 他有个好处是可以加级 如果你跟移民局申请加级的话呢 基本上15天之内 他就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 他是一个周期比较短 又比较有利的一个签证类型 但是呢 每一类签证呢 我不能只说它的好处 对吧 对 还有一些这个缺点 要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或者大家会担心的 对 R签证 他其实也有一些 也不能算是完全说是缺点 但是呢 是需要注意 或者是你要提前做一些规划的 比如说 他是需要中国公司 或者是海外公司和美国 他是必须要有两家公司 所以如果你们是新设一家公司在美国的话呢 那前期肯定是有一定的投入 然后呢 你对美国市场要有一定的了解 你要明白自己在这边要做什么 或者是中国海外公司 在美国要做什么方面的这个业务 然后呢 而且呢 这个投资款的话呢 也需要就是说 华卉过来 要建立两个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嘛 对 所以这方面是一定的风险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你这个受益人 也就是L的这个持有人 他必须是要参与 美国公司这边的日常的经营管理的 你不能做 就正常上班 对 你不能做甩手管 管家 对 而且呢 你必须担任的职务 是要搞管 或者是专业人才 要符合移民局的规定 对 就是说其实还是 就是L签证 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规定 你是要满足的 对 然后就是在您看来 这些基本的条件上 可能就是 稍微的要注意一下 其他方面的话 应该还OK 对 嗯 好 然后那 刚才您说了 这个 如果一个新公司 和一个成熟的公司 它的签证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两者是新公司一年 然后这个成熟公司 是最长可以几年 新公司首次申请的 它是给你一年 但是你一年到期之前 是可以申请延期 然后延期一般是延两年 然后再两年 就是总共 如果你是申请L1A签证的话 在美国是可以待七年 嗯 但是对 如果你是以成熟公司 就是我刚刚说的 正常运一年以上的公司 来申请的话呢 它是可以 首次申请的时候 就会给你三年 然后三年到期之前 你申请延期 也是两年左右 所以呢 总共也是可以待七年 如果是L1A的话 如果我们刚刚说到 是L1B 也就是那个专业 这个知识储备的 这些专业人才的话呢 它是总共可以 在美国待的时间 是五年 是五年 就是等于说第一 是一年 然后之后两年 两年的这样延 L1B的话是 先是应该是两年 然后两年 对 哦这样 然后那个就等于说 是先是三年 然后接着是两年 两年这样 对 就算是七年 其实正常来说 拿这个签证 到多长时间 就可以申请绿卡了 申请绿卡 它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看你公司的 这个美国公司 这边的规模 跟资质 一般来讲呢 我是会要求 美国公司 法律上面 也是有这个 requirement要求嘛 就美国公司 要至少正常运营 一年以上 所以呢 跟你拿签证的时间 其实是 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是怎么理解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是说 这个公司 现在已经 新成立了一年 然后我大概是 成立半年才来的 但是我依然还是 可以拿到一年的签证 对 是吗 那如果是说 我这个 然后我接着往下续的话 我续到什么时候 我就可以申请绿卡 你只要这个公司 成立满足一年 运营正常一年了 你就可以申请绿卡 那相当于就是说 如果是说 我在这个公司 成立半年之后 来到这个公司 然后我拿到了L1A的签证 然后我有一年的签证 等于说是这个公司 可能半年以后 我就可以申请绿卡 对 只要这个公司 满足一定的条件 然后我们觉得 它符合EB1C的要求了 它就可以递交绿卡 它等于说是 这个的是从L1A 转到EB1C了 对 然后才是一个绿卡的申请 对 就其实对于目前来说 这个移民环境来 这已经相当快了 应该是 转绿卡是相当快 对 但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第一类 就是优先也是有排期的 对 所以你如果这个公司ready了 你当然可以 递交绿卡申请 但是呢 递交上去以后 你确定了你的优先日 那也是需要排队的 要等这个 那个名额开放以后 每个人都要 每个人都要这个 这个bolo这个排期表 原来是eb1a是没有排期的 现在 对 第一类优先都没有 那么我们下面请胡律师 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L1A的签证 它的一些基本条件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看有没有网友是觉得自己可以符合的 好的 L1A签证呢 它基本条件呢 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是跨国 两个跨国公司之间的 所以呢 这两个公司之间呢 它又要有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个关联关系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受益人呢 他必须在海外的公司担任至少 连续担任至少一年以上的这个高管的这个职务 这样才满足L1A的要求 那第三点呢 就是他被派到美国这边的公司来呢 就是他担任的这个职务 也必须是一个高管的职务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他的海外公司呢 必须要正常满足一年以上的这个要求 基本上呢 是这四点 当然每一点呢 它下面也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和条件的 那具体的案例呢 需要具体分析 所以在这个基本条件上 你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说您认为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 或者是在这个您处理的案件当中 因为这些条件而造成问题的 有没有 其实每一点拉出来单独说呢 基本上就可以说上一个小时 给我们分享一个 就是说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好不好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关联关系可能会比较重要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是中国公司 我们来举个例子的话呢 中国现在的外汇管制特别的严格 然后就算你的中国公司呢 它是有对外投资资质的 你有那个对外投资资质 也不一定可以拿到银行的这个华汇款 对 所以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合格的关联关系呢 它分为几种 第一种最常见的呢 就是一个母子公司的关系 第二种呢 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然后还有办事处或者其他的 所以呢 就是以前呢 人家都以为你只要海外公司 或者中国公司跟美国公司 必须是母子公司关系 你才可以做L的权质 我也这么认为的 对 但其实呢不是 它有其他的也是可以满足条件的 而且呢 刚刚我提到这个外汇管制的情况 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国公司的这个投资款是出不来 对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解决这个L1案子里头 这个两个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呢 我们就会就是选择兄弟姐妹关系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一般我在跟客户做咨询的时候呢 我会先了解一下 你们公司是不是已经有海外的公司 或者已经有投资款的华汇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中国公司的这个股东是谁 那有没有可能说这个股东可以以绝对的控股来控制美国这边的公司 这样的话呢 如果两个公司是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是一个公司都绝对控股的话呢 那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公司呢 它就叫做兄弟姐妹 也是可以做L的 所以这个呢是很多人他们忽略的一点 他们有很多觉得我这个关联关系不满足 所以做不了L 其实这个一点是比较属于一个误区吧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高管 大家会觉得这个什么叫高管 对这个怎么界定 很模棱两可 法律上面呢 其实那个满足L1A呢 它其实是分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行政管理人才 然后就通常我们平常会说的CEO 然后总裁总经理这类呢 都可以就是称作是行政管理人员 还有一种满足L1A条件的呢 它是就是叫做经理 它是就是管理就是professional 就是职业的那些 或者是管理一个部门的一个主要职能的functional manager 这也是符合L1A要求的 那这个条件呢 就是在移民局来看呢 因为它的法律上面的界定呢 很模糊 而且呢就是它法律上面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具体的说 你管多少人 或者是你手下有多少professional 我就可以说你是高管 对 所以呢移民局在审这类案子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的自由财量权 然后这一点呢也是L的案子 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做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你没有一个量刑 不像EB5 我招够了15个full time的员工 或者是1510个就职人员 然后我投了50万在这个target employment area 那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绿卡了 对吧 很很明白也很就是直接 但是L的话呢 它就相对来说就是可控性不太强 然后里面呢就是 运气成分是不是也在 有一些 有一些移民官可能觉得 你这个人就够了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不够 对 因为它的标准不太一样 对 对 所以呢就是我是觉得你在做L的案子的时候 或者是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呢 就是我一般都会跟客户就提前说一些他们的要求 然后呢会告诉他们你这个公司的构架应该怎么搭建 那就提前给他们一些就是准备 然后呢了解的话呢 他们相对来说这个案子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对我这果然是像这个胡律师你刚才一开始说的 就是除了有法律的知识之外 你还要有一点商业的知识 才可以处理这样的一个一个案件 那么我有很多人啊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我就说好像有很多人说海外公司 必须是美国公司的全资的母公司才可以申请 刚才你说不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资金这一部分是不是有要求 资金部分的话是这样的 同样的法律上面是没有规定的 两年前呢我可以跟我的客户说 你中国公司或者是你作为股东 打十万美金到美国的账户 租一个办公室 那作为新社公司 你申请L网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情况已经大不如 两年已经变化好多 对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 因为我们会根据整个行业的这个变化 然后移民局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一般给客户的建议就是 你前期的投资款呢至少要打30到40万美金左右 才足以就是 cover 你整个公司至少一年左右的运营的一些成本跟开销 那这个是加州来说 那如果你的公司是设在纽约或者是中西部地区 那这个开销可能就要低很多 那金额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加州的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加州的标准 你知道加州人工很贵 加州很贵 什么都很贵 办公室也很贵 房子也很贵 所以就是说 但是如果是说其他州的这种案件 你也可以处理吗 对 因为移民它是一个联邦的法律 所以呢 我基本上各个州的就是客户都有 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L的这种申请的话 是不是比如说 他如果是说他在中西部这样开业工 他人必须在那里 住在那里 有这个要求吗 法律上面也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但是我们会建议客户尽量就近选择 或者是就近开公司 因为这样方便他管理 对没错 而且就是说万一这个移民局要调查起来 可能也会比较真实 对 你提到一点上门调查 就是一般L延期以后呢 移民局他现在有一个上门调查的一个program 就是延期以后还要上门调查 会 他会实际去你的办公场所做一些调查 然后询问你的员工 对 所以如果是像我刚才说那种情况 就是我想设 把这个公司设在中西部 但是我人在加州 这种就是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 如果上门调查的话 他会有一些疑问 就觉得你这个负责人怎么不在公司上班 或者是说你要有一些合理的解释 那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嗯 好 刚才您说了 就是这个美国的公司和这个海外的这个公司 不一定是经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么像这个他有没有一些范围 就比如说是 比如说这个在中国的像您说的是制造业 然后我在这边可能是干一个什么别的就完全不符合了 不符合这个这个关联公司的这个情况 有没有这种 还是说他也是没有规定 他没有规定 就是法律上面来讲 你只要符合法律上面那个关联关系的定义就可以 他在业务上面其实完全不需要重合 我做过很多的案子 就是国内做的是 比如说光缆或者是电线 或者是一些制造业 然后在这边呢 做可能是高科技的 或者是房地产开发的 有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这边做的是服务业 对 开餐馆啊什么这种 对 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说那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说 是门槛还不算太高 餐馆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 我举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嘛 就是L你回到他的审理标准 他其实要看你这个职位 是不是一个高管的职位 所以他对行业的要求性很不一样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你只有五六个人 但是请的全部都是高学历的人 然后你们是做研发 那很容易说他就是来决定这个研发的方向 那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高管 但是如果你刚刚说的像 你说的是一个餐馆 他只是一家餐馆 那他请的人呢都是比较低层次的一个就是一级的劳动人员 然后呢就是如果人数也不是很高的话 他很难显示说你这个公司有一定的层次来让这个高管只做高管的事情 所以呢行业不同 他其实每个公司的构架跟你这个定义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申请L的这个他们这些人他们是需要有一定学历的规定吗 就本身这个人需要有学历的规定吗 法律上也是没有的 就是等于说如果是说我是一个这个高中毕业 但是我能够管理这些人也是OK的 对就没有说是一定要上大学啊或者怎么样 对没有就没有 我有很多客户其实就是企业家有私营企业主 他们很多是高中毕业但是他们很成功 对有管理方面的经验就可以 哦这样这样其实也还因为你像那个在国内的话 像这个80年代很多人就是也是就读完高中就下海了 对 但是他们做生意还是蛮成功的 所以这样其实也是也是OK的 嗯 然后呃还有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这个工作经历啊 去说到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 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 如果是说比如说出差的时间呢 或者是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都算吗 还是说必须要在公公司工作才算 嗯呃去年呢就是移民局就是对这个工作 一年的工作经历呢专门还出了一个policy memo 嗯就是呢他他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属于比较不清楚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呢他们去年移民局呢就很清楚的就是列出来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一年的 法律上面呢是说你必须在递交申请之前三年里面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在海外公司担任高管的职务 那这个一年呢必须是连续性的 哦连续的对不能说断断续续的 不行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连续性呢 就是如果有些人他短期的来美国出差那一两周那就不打断这个连续性对吧 嗯所以呢他这个一年还是可以持续的往下算 但是呢他在美国出差的这两周呢是不可以算到这个一年的这个工作时间里面的 哦如果这个人来美国出差但是呢他每次出差的时间有至少一两个月或者是三四个月 嗯那这个呢可能就会打断他这个一年工作时间的这个连续性 嗯当然了每个案子呢他都有每个案子的特殊情况 嗯其实我曾经也处理过一个案例 嗯他是长就是来美国出差的时间可能有点久因为在筹备美国这边的办事处 嗯然后呢移民局就质疑这个就是不符合这个一年的工作时间的经历的要求 因为打断了这个连续性嘛我们当时就嗯准备了很多证据材料证明他在美国期间呢还是在卫母公司工作的 嗯然后这个期间呢也有就是用video conference或者一些email来其他的方式来就是指挥中国公司那边的团队的工作 和配合中美两个公司之间的一个团队协作所以这个案子后来还是很顺利的批准了 啊所以您您说到的这个要提供一些证据的话通常呃这个是不是移民局需就通常移民局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证据来这个确定他是在连续的这样的工作 您明白除了刚才你说燕子邮件呢还是还有什么您觉得比较强有力的证据 呃一般来说我们在首次申请的时候呢比较常见的提交的材料就证明他这个一年工作经历的呢 主要有他的这个工资单然后呢中国公司或者是海外公司呢会出具出具一个在职证明 然后呢大概解释一下他这个人的雇佣情况然后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提供他的一个社保记录呃这个呢可能在中国呢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公司的所有人或者是大股东他们不一定在他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交社保 对的没错所以这个社保是不是能拿得出来然后拿出来是不是符合规定也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就是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那除了这些呢我们有时候还会交晚睡证明 或者是他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比如说参与一些公司的讨论会议记录 然后呢有跟下属的一些邮件的往来都可以证明他是在这个公司工作 并且行使的是一个高管的职能 其实呃我在我看来就是如果是说就算他在美国这边呃可能在筹备啊或者在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如果是那海外的公司继续在给他发工资这算不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 发工资不一定算因为去年11月份的那个Policy Memo呢他说的很清楚就是你所有这个一年的时间呢就是必须是physically outside of the USA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是在美国境外的工作时间呃举个例子有个人他可能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半年的时间在中国 那他照样拿着工资但是他仍是在美国的话呢这样是不符合那个一年的工作经历了 明白呃像这种呃L1A的申请人他们在年龄上或者背景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而同样的就是法律上面也是没有特殊的这个我感觉 这个L1A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就很难为您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事情 对所以呢就是造成了L1的案L1的很受欢迎但是呢他的案子其实很难做是啊 就因为没有标准对他法律上面对年龄背景学历甚至语言呢都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呃所以我曾经处理过很多90后的L1高管的案子也顺利获得了批准 哦这个好像很难就就很难想象啊90后已经坐到高管的位置对现在90后也是很崛起的一代对对没错没错嗯那么那个呃有没有说这个L1A的申请人他呃除了就是说他也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如果他是公司的股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呃 呃其实不是就是就是L1因为他是两个公司之间的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个调动啊并不是一个老板的这个对不是一个老板的因为很多我的客户从国内过来的他们会有这个疑问说我不是公司的股东我是不是不满足L的要求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就有个误解对你而且你也不需要是法人 因为很多人一上来就会跟我说我不是公司法人我真的可以做L吗我说只要你担任的是在公司的是一个高管的职务那就可以嗯明白其实这个还是对这个还是美国应该是说愿意这个吸引人才这方面可能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在这方面没有设限更多对不然的话他会需要哎你必须是老板你必须是股东公司必须是你的 可能这样才可以哈这样还感觉美国还可以哈哈哈然后呃我们知道现在哈就是所有的这个签证行都需要面试了嗯所以L1A的这个受益人就是申请人他们是不是一定也要汇英语才行你说的这个面试是最后绿塔申请的面试对对应该是申请那个现在签证要面试吗签证都要面试对所以他们需要有英语的这个能力吗呃签证面试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呃因为法律上 上面对这个语言也是没有要求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客户他可能在美国从事的也是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对也是交接触的是这个中国人对对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呃签证面试呢你可以跟领事馆解释说我的团队里面有会双语的员工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我的客户也都是在国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不需要你的英语特别好嗯但是呢如果你的英语能力好 在你的这个面谈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加分项对我个人呢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会英语和不会英语的客户去领事馆面签的时候确实很不一样就是结果也会不一样吗呃有一些他可能沟通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会比较容易被行政审查如果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但是他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距离所以我的一般的建议就是说你每次去面签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嗯你要了解自己的公司了解这个 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性质然后呢说服前证官说我确实是一个高管的一个职位然后我来美国要做什么什么的事情那就比较有把握对虽然就是不会语言但是我在这边接触的人呢或者是我从事的工作都是用中文就OK的其实这样也是可以说服这个前证官的应该对嗯然后你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个是485的面试吗对对就是这个绿卡的绿卡申请的这个面试绿卡面试的话呢就是首先绿卡面试你是可以带翻译的哦是吗对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没有面试 试过哈哈哈而且我现在发现因为我陪了好多客户去参加485的面试其实有好多移民官他会用中文跟你面试看来是中国人很多移民的人越来越多蛮加确实是哦那那移民官他用中文跟你聊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工作范围就是职能当中可以吗可以也是可以的也是允许的对哦所以如果大家能碰到一个能讲中文的这个移民官也蛮好的比较运气对真的是比较运气嗯好然后刚才呢您说这个呃就是 呃新公司嘛只能申请一年的这个L那么到第二年延期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公司呃的这个营业额呀或者收入或者是盈利有什么要求嗯呃同样呢就是法律上面呢还是没有具体的要求我觉得我也是今天说的最多题之外就是法律上没有具体的要求对嗯但是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呃也是两年之前的延期跟现在的延期确实这个标准很不一样因为是加大了对因为法律上面没有明确要求 所以他这个自由材料的这个幅度很大对那两年之前我会跟客户说你如果美国公司有正常的运营有个二三十万美金的营业额证明你在就是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一年的时间其实很短对不是所有的客户都能在一年之内做完所有的这个公司的一个startup到一个development company这个过程嘛嗯然后人员可能有个四五个人那我觉得就是你延期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两年以前哈嗯但是现在的标准呢我一般会跟客户说 你延期前你这个公司的人员构加必须要有七到八个人左右才会比较好将近一倍了对然后呢那这个钱数方面呢要将近六十万吗营业额我倒觉得它不是一个考量对考量标准但是呢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你的营业额真的没有做到那么大但是你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呈现你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就比如说我的客户我一般会建议他们记录一下公司的一些大的事情然后证明移民局就像移民局 你这一年做了很多的事情来让这个公司survive嗯然后你不是在美国只是维持一个身份嗯明白那么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公司可能现在要雇到七到八个人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就现在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有多少的雇员可能在L1这边申请会比较保险延期吗没有一开始和延期你都跟我们说一下呃如果是新公司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个雇员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就一个人也可以 那他管谁呢没有人都可以没有人都可以对因为新公司的标准不太一样新公司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来告诉他你这个公司一年之内会成功而且呢他考察的重点可能是母公司那边是不是有一个财力来支撑你这个公司的发展嗯然后你这个公司的计划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在美国就真的能生存下去那如果你能招一两个员工那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办公场所 这个是新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标准那其实新公司就是相对来说新公如果成立一个新公司的话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呃对如果你的计划可行而且你的这个呃主要是这个计划书要写的就是合理合情然后呢也要让移民局幸福你这个公司未来的这个公司构架是可以支撑一个高管的是明白然后如果是那个已经就是比较成熟的公司呢他雇员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比较成熟的公司呢他因为一开始 就给你是批三年的所以他的这个审理高度呢跟新公司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一般呢我会建议也不是光看人数你也要看你招的人的质量跟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构架很重要对呃所以什么都要相配对我觉得是就是而且你不同的行业你这个公司构架跟人员的要求又不太一样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餐馆那我可能说七到八个人还不一定够哈哈哈如果一个餐馆比较大的话像那种连锁餐厅的话 可能雇员都得都得都得上百了对对对或者是至少几十个人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一家比如说贸易型的企业你确实不需要这么多雇员而且尤其是那种国际贸易的话呢你中国做采购或者是中国做销售美国这边负责采购或者是做亚马逊的话那这种他可能两边的团队是相互配合的那你可能在美国本土的人就不需要一定要那么多但是这个案子你就需要跟他就是跟他说一个故事就是要跟他说 你是有其他的团队在协作或者是有一个运输公司或者是那个货运部门也有在协作所以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不同行业的案子确实是你要个案才能分析一些具体的情况是刚才你刚才我听您说到了亚马逊这个事情就是说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种案子就是说是有这个国内的一个公司然后他是要在美国的亚马逊开一个店的这种很多这种也可以申请L吗 他不光是开一个店但是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电商就是是一个趋势嘛其实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制造业放在国内或者现在已经转东南亚的也很多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的销售其实是放在亚马逊或者eBay就是电子商务会比较多其实挺多的然后我有好几个绿卡的案子也顺利都得到批准了都是这种模式的对的模式其实就是说现在走电商这条路其实也是还是可以走得通的可以 因为你电商其实涉及到仓储然后还有涉及到一个运输其实它相关联的产业还是很多的这个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好像是做L的必须是在这边有一个就在那边有个实体公司然后这边也是个实体那么如果做电商可以的话说不定您可以有更多的客户我们的网友听到之后大家都到美国来开个开个电商的小店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延期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 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延期的话通常要到提前多少申请还是说是到时间了再去申请延期是这样的延期你一般的可以提前六个月就开始申请六个月对 哦那等于说是如果是一年的这种第一年批一年的这种签证它等于说半年就要开始申请对所以呢就是很尴尬的就是有很多L1的客户你比如说中国公司可能稍微要收拾一下整理一下然后呢全家登陆美国以后那只剩两三个月的这个美国公司的打理时间它就涉及到这个延期的问题了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就提到这个一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暂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跟部署好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延期顺利我不会建议你等到最后一分钟去延期因为在美国的这个身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在有效期之前一个月或者是前几天才递交延期申请的话呢你的这个有效期到期以后虽然你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 但是呢你的驾照也不能再对什么都不能许对然后结果也没有下来你就会很忐忑嘛然后下下面的就是东西也不能很好的那个开展对所以我会建议你至少提前两到三个月跟少数两到三个月对相当这种延期的话有没有不批的呃有啊真的吗有一般是新公司不批还是这个成熟公司不批的比较多呃我个人感觉的话前几年是新公司比较好批然后呢他会 对他延期因为新公司你给他的只是一个plan对对对对你就不需要做一些实质性的除了除了住了一个办公室但是呢延期他已经过了一年了他觉得他给了你一年时间了他要看你这个美国公司是不是真的发展起来了效果对我其实有客户可能延期之前呢这个生意做的没有像以前计划的这么好所以延期会遇到一些各方面的小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说呃通常一年延两年的这种会比较难一点比那种三年延两年的这种会比较难一点 嗯都还可以就是现在拒签率怎么样就是延期这方面呃我们自己所里面其实还好嗯对但是因为我提前至少几个月会给客户提醒说我延期的时候要达到这个目标然后什么样的材料是我需要的我会提前跟他们沟通嗯然后在我的这个指导下面跟部署下面然后他们会按照我这个要求去准备的话呢我们的延期就批的很胜利是现在连补件都很少是所以这个就是还是我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 胡律师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就是说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律师来替你计划整个移民的事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因为我我我之前我们也有请一些律师他们呢也好像是呃都做哈就是职业移民亲属移民都做但是好像今天您是单独做职业移民我还比较少遇到但是可以可见就是这个术业有专攻是有道理的嗯然后呃这个呃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是说在这个L1到期之前然后 已经把这个延期的申请送到移民局了嗯已经被接收了嗯但是呢他的这个时间可能在移民局还没有批复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所以他算是合法的合法的身份留在美国嗯他的status就是合法的然后身份就可以就是就是合法的留在对留在美国直到你的案子批准为止那通常什么情况下就是L1的身份会被当做黑掉了呃如果你的延期申请被拒然后呢你之前的这个有效期也已经过了嗯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 没有身份了从收到被拒信的那一天开始那你就是身份就已经是黑了就没有status没有status那如果是比如说我收到这个被拒信的这一天已经离他可能批准我就是拒签我的这个已经有两天了可能寄信要两天那这两天我是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就算是黑黑过了呃确实是但是呢法不外乎人情嘛对所以一般呢我会建议客户你如果收到deny notice呢肯定就是尽快准备离境但是呢就是越快越好 当然了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问题或者是要打理的嘛嗯所以你在合理的时间内离境那可能一般都不会影响你下次入境哦那如果是说呃通常合理时间您认为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我觉得一到两周之内都还可以都还可以那么如果是说像这种的情况他下次不管是拿什么样的签证再入境的但是海关有没有可能被问到这一次的这个呃呃根据我的经验虽然我被拒的案子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有个别 嗯他们就是在拿着B1B2重新进来的时候没有碰到过任何问题就相当于就是说如果是说在合理的时间内离境这一部分的呃呃就是算黑掉身份的这一部分的时间其实在美国移民局也不会太太太过注意对因为你没有就是到法律的那个规定嘛就是就是如果你黑超过180天了那可能就是有三年禁止入境的一个规定但是你只要不超过那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都可以解释的嗯明白那么呃刚才还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呃延期递交了然后他也接受了在这段时间里面还可以继续工作吗还是说你就要停下来可以就是如果是H或者是L的话呢他可以就是在延期递交以后合法工作240天240天对而且L跟H的案子呃H不一定因为移民局经常会变动他的加级的这个政策但是L基本上都是可以加级的所以客户如果选择加级的话呢15天就可以有一个结果嗯嗯基本上等不到240天他就已经会有结果了 嗯嗯好明白呃那个刚才您说过了哈这个延期之后呢他就会实地调查在您的案子当中这种实地调查多吗遇到的多吗最近还挺多的最近吧最近所以看来最近是越来越严了呃我不知道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移民官上任啊对是的没错然后呃他上任以后特地提到了有一句话是呃跟Fraud的相关所以呃在我看来呢就是美国是一个重诚性的国家是的 所以你在各种移民申请也好呃其他的案子类型也好诚信很重要对的然后移民局他专门成立这个打假部门呢因为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有打假费嘛嗯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说呃打击这些假的案子但是呢鼓励那些正当的一些就是生意人所以他也是一个措施呃会有时候会上门调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经营状况或者是你这个人申请的这个职位是不是符合材料里面的一些描述嗯所以他这种调查就是呃 呃像您说的最近遇到比较多能不能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他大概都会怎么怎么来进行怎么来调查呃首先呢他是一个抽查的一个程序所以壮大运呢这属于对而且完全没有提前通知哦就是当时就去了对当时就去了呃然后一般我的经验是呃首次申请的时候很少会被调查一般是延期就是延期不是拿到两年嘛对延期过后呢可能移民局会上门调查而且他调查的时间也不是说你延期过了他马上就去 我有些客户延期两年都快到期了他才去才去调查而且呢也不光是调查美国公司我有过客户他们调查中国公司移民局飞过去吗不是那边的领事馆也有一个专门的打假团队他们会去中国公司实地调查或者是电调很多哦所以呃如果是说这些遇到这种实地调查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嗯首先呢我觉得你这个生意肯定是要保持正常运营这个是基本的 对吧就是你好好的做生意那保持诚信那这个肯定是不会错呃其次的话呢如果移民局上门了就是也不要慌张然后呢他可能会先找就是说呃front desk问一下然后如果老板不在或者是有一些人员外出的话你可以如实回答就说是外勤或者是如果是跑车啊对去的如果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呃就是要求一些额外的证据材料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你要联系一下你之前的移民律师然后呢在移民 律师看过所有的文件和材料之后呢再递交给呃来调查的这个移民官会比较好哦就是说呃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申请人他当时在场如果移民官需要他补充材料的话他可以拒绝呃他不一定是拒绝因为移民官他也是挺合理的他会告诉你一个合理的时间你在几天之内把材料发到我的这个邮箱所以他不是说马上就要他会给你一个timeframe嗯然后你可以就是跟律师沟通一下然后呢就是要一下当时申请的材料然后再给 移民官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就说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哈就是比如说这个移民官到了之后找到了这个申请然后这甚至就是说我要先打个电话给我律师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是其实律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任何更大的作用是这样对嗯就是还是就是他只要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去实地考察一下你是不是在诚实的做这件事情对主要是他要考察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啊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因为有 有很多公司他延期以后呢会搬地址换办公室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及时通知营运局他们就会去原来的那个地址进行实地调查虽然你这个生意还是在正常的运营合作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了解到你这个信息那他可能会给你发一个intent to notice to revoke嗯它是可以撤销你已经有的L1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好像有些H1B也会有这个实地调查你拿到了然后但是他去调查完之后发现你 不诚实他也一样会给你这个取消掉了啊对对对然后呃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呃就三年的这个L1嗯是必须是成熟的公司才能申请对吧呃法律上面他的条文是说你必须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申请嗯所以这个申请的方式是不是跟新公司是一样的对也是准备材料然后呢递交给营养局嗯只是说表格不一样对不对表格也一样也一样那那怎么体现他是三年的呢呃就是L的申请表格叫129嘛嗯 129上面他有一个就是你request a period of dates就是valid那新公司我们一般都会他是一个stop然后你只要求一年对吧对而且他的那个129表格的那个后版部分他也会问你是不是一个新公司你是不是来就是运营一个新公司或者stop一个就是可以选择的那种你可以表明这是一个新公司还是一个成熟公司是那么呃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成熟公司的话您是指在这个时间上还是规模上呃是规 所以就运营方面嗯就是如果是个小公司他运营了10年他算是一个成熟公司算如果是一个这个很大的公司他运营了两年算是成熟公司也算哈哈所以这个这个很难界定哈因为因为这个没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对而且他不是看你的注册时间我有很多客户他注册公司了三年了但是没有实际运营所以这个也算是新公司不能算是成熟公司哦所以就是要看你真正是做生意做了多久或者公司在运作 对他是不是就是呃有有持续性的然后就是呃常规性的来提供这个服务跟产品他这个定义是这样的哦所以就是大家不能单单从这个公司建立的时间来判断是的那么呃有一些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我收购一个公司可以办这个L1吗也可以这种是怎么样您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收购一个公司因为收购这个公司相当于这个公司有可能是新的也管一般都是旧的吧一般都是旧的对所以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做您给我们稍微说一下 啊行就是因为现在收购公司呢是比较快捷的一条路你可能不就是可以直接拿三年的L1还有一个好处就有可能会可以直接申请绿卡这个我们可以后续再谈到那那个收购的过程和这个收购的这个规公司的规模来怎么界定呢就是公司的寻找是一个呃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找符合规模的这个公司或者是符合条件的公司呃如果你在美国找了一家公司 他运营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或者雇员只有五六个营业额也只有三四十万那我肯定不会建议你进行收购了因为他完全不符合L或者是EB1C或者是绿卡的这个申请要求那你收下来也没有必要除非你收下来以后可以自己花这个时间跟精力去运营的那对大多数客户来说他们是想快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那大部分呢你在找目标公司的时候呢首先要确定他这个公司至少是不是有呃 十个全职员工如果你要升绿卡的话如果是升三年的L1的话呢至少要有七到八个全职员工然后你要看他的这个公司购架是不是满足条件是不是有至少两个层级的这个公司的购架有中层的管理人员那同时你要看他这个营业额的这个规模如果你要申请绿卡呢我会要求你这个美国公司可能要至少一百万以上的营业额会比较好这个规模如果你是申请三年的L1的话呢我觉得五六十万也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收购人他可能是奔着绿卡去的那何不就是一下子一步到位对所以呢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寻找合适的目标公司然后目标公司收购呢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的收购人或者投资人他对美国这边的收购的法律或者是财务状况或者是法律方面的东西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收购呃虽然是小额的收购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会尽量建议客户 做一下禁止调查调查一下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债务不管是这个财务方面的然后税收方面的还有法律方面的禁止调查都必须是要做如果你真的是要做收购的话这不很重要你要确保他不不仅是一个你办身份的一个公司其实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投资行为对没错是一个自己的事业来讲对你如果找到一个真的很好的公司同时解决身份了那同时也是一个投资那何乐啊 不为呢对没错所以像这种申请人的话他们需要亲自管理公司吗因为收购的公司您知道就肯定有一部分人已经在运作这个公司了所以我收购了这个公司是不是还是要按照像你刚才说的要求我要在这个公司里去做这件事情还是说是我就只是可以不管我不建议不管就可以少管点是吗就是看这个受益人他想担任美国公司的什么职位了如果他想担任的是CEO或者是 总裁的职位那他可能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制定公司的这个发展方向然后一个策略战略对吧然后他可能不需要每天去公司做班但是呢他需要了解这个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如何和中国公司那边的业务有一些关联这个是他需要做的所以我会说他需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需要做班就只是说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的上班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你还是要对整个公司的运营 进行一些规划呀或者是管理这种对还可以因为要符合那个L1的这个高管人员的这个条件嘛对对吧可以这样理解哈嗯好然后呃这个呃像刚才我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L1转这个EB1C嗯就通常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转了你认为是时间满足呢还是一些其他条件对申请EB1C呢其实他主要的条件就是你美国公司要正常运营一年以上其实你任何的公司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 可以申请绿卡嗯所以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有L签证就是L签证他不是申请绿卡的一个对他是一个签证嘛对对对算是那个移民签证对对对不算是移民绿卡应该这么说哈所以所以他等于说是呃EB1C就是等于说是他只要这个公司在正常运营一年他就可以申请了对呃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也比较紧张然后呢而且我刚刚提到过很多次就是EB1C跟L的这个法律呢他比较模糊啊而且呢就是 自由财量的权利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建议你这个美国公司的规模至少要有10个全职以上的员工而且要有中层的管理人员嗯然后营业额在100万美金以上的话呢这样规模的公司呢我才会比较建议你去考虑绿卡的申请嗯当然啦就是各个行业的公司可能规模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具体行业具体分析嗯所以现在目前来说这个EB1C呃这个你觉得申请起来还OK吗 就是还还算是可以顺利或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呃EB1C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呃因为EB1C所有的案子是Nebraska那个service center在申嘛如果是加州这边的那个案子的话然后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L的案子因为它加急所以它的反馈速度很快是的然后我们就能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他们这个审理趋势的变化或者是材料要求的不同如果是EB1C的话呢他现在审理时间是有加快但是去年呢基本上每个EB1C EB1C的审理时间在一年或者至少10个月左右嗯所以这个反馈的时间长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久了嗯然后今年速度加快呢基本上也是在6个月左右他才会给你反馈嗯所以呢我感觉是补件率是有增加但是呢总体的要求跟R1还是差的不是特别多所以你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在律师的指导下面把材料完善好就是通过的概率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高的通过的概率还比较高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这个呃排气表上面好像是这个呃 呃EB1C还有是不是有还有上面的一个EB1B还是什么EB1AEB1B和EB1C都是第一类优先对然后他们好像是后面这两个互相的一会儿这个快一会儿那个快就好像是有他们可以互相调整就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我们因为我做那个排气表的那个节目也就是他很多人他是原来申请的是EB1B后来就调到EB1C然后接着就调到EB1B就是看他排气表是 你说的是EB2NiW和EB1B啊有可能这个对不起啊这个这个我我一直糊涂就反正就是感觉好像是他这个快慢好像还是有差别有有有两个两个类别还是有差别第一类优先的话目前应该是排到17年的对对对17年对对对对然后NiW就是EB2这个类型的话应该是呃现在目前前进的还挺快的对对对所以就所以就说人家会说会往上调对会调这个其实就他们也是可以往上调的呃你是第一类的话呢可以 可以往下调但是第二类的不能往上调哦明白往下兼容不往上兼容然后我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R1的申请啊然后通过了怎么样那么有没有这种就是如果是R1被拒了的话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呃R1如果被拒的话呢他其实有几种选择一般来讲呢就是你的那个拒信上面他会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上诉但是呢必须是在30天之内上诉嗯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 File a motion to reopen嗯然后或者呢Motion to reconsider嗯这三种就是选择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过几个月然后呢根据不同公司新的情况你也可以重新提交一份R1申请嗯对一般客户呢来就是选择第二种会比较多因为他比较节省时间嗯而且呢就是不同的移民官呢审理R1的案子确实是标准是不是特别一样嗯所以我其实也有案子就是别的律师那边被拒的但是我们这边重新 整理材料然后重新收集新的证据以后呢重新递交也有顺利批准的都没有被补监嗯就所以如果是说他这个R1如果在这边如果被拒的话是不是也要遵循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则两周之内离境嗯就看你是新公司就是人有没有过来如果是新公司呢那有多有很多的受益人他可能人还在国内哦那就不影响嘛对没错没有入境对如果是延期的话呢他可能就需要离境对像像你刚才说叫两周之内离境会会比较好 对或者是他的有效期如果还没过那你可以再重新提交申请嗯嗯所以就是呃刚才我们说啊这个R1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绿卡或者是移民的这种种类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绿卡种类的但是如果是说我在R1的同时我可不可以同时去申请一个绿卡移民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 同时可以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L它是一种有允许移民倾向的一个签证那有些可能他拿着L在美国工作但是他同时有亲属在美国可能已经帮他递交了130亲属移民对这个不冲突嗯签证官不会因为他已经递交了130的申请而拒绝他的L签证啊明白那就其实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呃在您看来他还是应该先拿L签证吗因为L签证比较快嘛就如果是这种这种 像你刚才说的他有呃我指的是延期这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有亲属移民给他呃申请了亲属移民然后他L现在需要延期您觉得他是应该先延期呢还是说是就等着那边呃亲属移民的话就是排期其实也挺久的就是处决于你是跟公民还是就是亲属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会建议他先延期至少要维持你的合法的非移民签证身份如果你要停留在美国的话是然后再继续等着你的绿卡 那我其实也有很多的客户他们之前做过EB5嗯因为现在EB5的排期时间特别长但是他们短期之内也不能来美国生活的他们会先选择做一个L哦就说其实EB5的投资的这种他现在也可以做L有很多其实都有做L嗯因为EB5排期太长了他们有很多小孩对对对对十几年就想先过来上学对吧所以他们会选择先做一个L然后先过来生活 然后你的EB5就慢慢的等着嘛然后L可以最长有七年所以这个期间其实如果你的公司做的真的不错说不定你直接转绿卡对还比那个投资移民还来的快那像如果这种的话他转了EB1C的话他EB5那边是不是就可以如果他成功了的话是不是EB5那边就可以撤销可以撤销掉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说孩子是可以上公立学校那么他的配偶可以工作吗他的配偶如果需要工作的话呢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申请一个EAD嗯 如果拿到了EAD呢是可以给任何的雇主工作那他这个呃像这个配偶的话他这个EAD呃比较比较容易拿到吗呃挺容易的对基本上就是他只是证明你这个配偶关系他是L2的合法身份就可以就可以了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H1B的这个H4这一块好像要取消面临着取消因为我们上有有一个律师也讲了就是说他可很有可能会被取消因为进入到这个法律程序的第四步所以呃您觉得将来这个L2的 这这这一部分的这EAD还会不会被取消呃我觉得不太会因为首先的话呢我觉得L1是属于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投资行为然后他在美国其实是给美国的这个经济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是的他也拉动了一个美国的经济然后也有很多新的投资进入来所以我觉得政府还是鼓励的虽然他打击的那部分应该是就是空壳公司或者是只是为了身份啊做的这些L的签证他不会打击你实时在这在这 做生意来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这些L的亲属或者是是没错就是说其实因为就像刚才狐狸是说其实这些人他是高管嘛嗯其实他是在为美国创造价值但是H1B其实说实在是在跟美国人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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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话有些有些这个同学们可能不爱听啊但是确实事实是这样啊呃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呃如果是说我是持B1B2签证进到美国来的我可以在这转成L1吗直接转成L1吗呃可以但是要比较小 小心因为B1B2你拿着什么签证类型的进来你就必须在美国旅就是旅行的是这个签证内容所允许的这些活动吗呃如果你要转换成L身份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会建议你至少等90天以上再递交对L的申请会比较好以免你就涉及到这个签证欺诈的问题但是对于我的客户的话我一般会建议你还是在领事馆签证会比较好回国去对这样会会会比较有保证对吗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所以我觉得你要honor他们的这个正常流程就是签证官也会比较的开心就觉得你是拿着L签证然后再进来会比较好嗯如果呃拿着其他签证的话呢就是就算你在美国直接转换成功了那如果明年你比如说要拿着L签证又回国了国内的业务有处理的话你还是要去申请签证的其实是一样的对没错其实就是说呃最好是能够遵循美国法律的一些原则可能对你的这个签证也好 会比较有帮助对嗯好呃 都会转给胡律师请他家请他给大家做一个回答所以今天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谢谢